今天我可能 你会留意一下可能我过去的训练是比较 多一些不同的范围可能我用的说话 不只是讲圣经的可能有些顶姐妹朋友 听我讲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是只讲圣经的 有时候我用的语言是圣经的 用语有时候是灵修神学的用语 有时候是心理治疗特别先锋分析的用语 也会引用到一些神经科学的概念 那我一直都很希望 同一个道理 可以通过不同的学科都讲得通 和可以对门转换不同的领域的人 觉得是有道理和可以明白 可以沟通的 那我就比较像就是在以色列人去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将埃及人的财报都拿走了 只要是可以用到的服侍上帝的东西 我们都会去采用 只要摆在整个地基督教信仰的框架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只要我们里面的信仰 我们讲得通 我们将一些矛盾的东西拿走了之后 其实我就觉得是可以这样去整合的 那我想强调就是我们既然讲粗练 即是说假设了我们有个身体 我们有个身体才可以粗练的 今天我知道我们有成证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都很熟悉读经 祈祷每年培令二经大会 我们都是很重视神的说话 我们祈祷 那些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不会重复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方法 反而是我会和大家通过我们身体的操练 通过你的人的参与 特别是不只是知道一些东西 而是说你感觉到你自己的人的经验 身体的感觉情感都会参与当中 这种的学习 我发觉有时候我们一般的信徒是比较少 或者忘记了 我希望我们这种的学习 变成了一种的体验 一种的embody的knowing 我们中国人讲体验很有趣的 不只是头脑子 身体都知道 那我们也不会讲一些特别高深的道理 希望和大家回到最基本的一些信仰的观念去实践 我们有时候知道了 但是我们忘记了去实践 我们不是会问 为什么我们人需要去祈祷 需要学习熟灵操练 因为我们知道人遇到困难 走到水穷处下 人穷则呼天 我们就会向上帝求助 或者说可能上帝通过不同的遭遇 不同的一些经验和我们沟通 我们需要回应 而祈祷不同的熟灵操练 就是一种我们和上帝沟通的方式 今天可能网上有不同的朋友 我也想到可能会有一些未信耶稣的朋友 我也欢迎你可以一起去参与 如果你相信我们这位天地的主 有一位主宰 他是关心你 甚至他是想联系 联系你 或者你也想联系一个给你更加大的力量 基督徒就说这个是上帝 我们就邀请你试一下这些操练 或者可以帮到你 我想说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读灵修神学 或者是我们学精神分析的人 都看到一个很共同的关注 主点就是我们这两个学科 都很重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甚至已经超越了 不只是人与人 甚至是人与大地 人与做物主的一种的关系 神经科学里面也会告诉我们 我们人整个构造 我们的脑就是说 Hard wire to connect 就是说我们那些神经的系统 根本就是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跟人去联系的 跟周遭的万物去联系的 甚至我们其实应该跟上帝去联系 那种联系就是我们人的本质 就好像一个宝宝那样 出生生出来 他的手是会拿着东西 你一手捉住他的时候 会捉住你的手 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妈妈看着那个宝宝 大家一起对着他笑的时候 大家很开心的 但是如果那个宝宝 妈妈不管他 妈妈完全冷淡的时候 他会很痛苦的 那这里就是说 联系对人是多么重要 联系就是人一种生命的养分 上帝创造人 根本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无论是病态 心理的一些病态 罪恶的根源 其实都是因为孤单和疏离 关系之间断裂 那我们很重视家庭的 而家庭有时候会在很多困难 特别一些情绪的波动 风波之下 我们是不能够connect 甚至彼此的疏远 这个就很可惜了 我们说人是一个关系的存有 relational being 圣经说 以佛所书那里说 我们互相为肢体 所以我们是互相影响 情绪也是互相感染 你不开心会影响到我 不开心 大家会互相的指码 我开心 我的开心会感染到你 让我们可以一起的 大家都这么开心 人就是这样的 家庭就是这样的氛围之下 不过我在准备的过程里面 觉得准备这个讲座 也都挺有挑战性 甚至觉得 要在这个这样的时代 我们香港过去两年 经历了一些的社会运动 很多的动荡 有疫情 可能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情绪 都没处理的 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可以做到多少 都要求顺利帮助我们 那么我会尽量去将一些基本的 一些关于灵修的重点去提出来 也都将那些重点可以让你 今天可以让你去掌握了之后 你可以继续的操练 慢慢进心 我就将这些最基本 但是最重要的 给你们交代 圣经《药幸福音》那里说 风随着意思吹 那里圣灵的风它吹的时候 是随意的 不是你可以估计 可以预测的 所以我今天也想你带着这种的心 就是容许圣灵去引导你 在这个过程里面 开放你的心去学习 甚至是进入一种傲秘 这个不是你预计 昊牧师你说的什么 都是那些东西 是不是 反而是你用一个开放的心 可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意外 你不想过我会这样说 试试 容许自己 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很习惯 但是给自己去经验一下 可以不可以 特别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放慢自己 留心 圣灵在你里面是怎么做的 特别那些意想不到那些的经验 可能是值得你去留心的 就不是一些你可能已经很熟悉的东西 我今天会特别提到一些 不是很正式的操练 甚至是一些可能是很细 几分钟而已 通常我们觉得零修 要有20分钟 半个小时才是零修 当然我同意的 这些时间长 当然是比较我们心灵的工作 但是就说 有时候我们 我知道香港人很忙碌的 那 这么忙碌的城市人 我们要有没有一些的短小 但是因为可以陷入我们日常生活里 去练练的一些的操练 那这些操练甚至在我们 小丘的时候 去茶水间喝杯水的时候 去等人的时候 等车的时候 坐地铁的时候 那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去操练的 我就想这样让你去有多些这样 和神和自己有一种的连练 那当然也都可以你将它伸展 将它加长到平日你规律的灵修的时间 甚至是你备静退休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更长的时间去用这些的练习的 我特别提到我们有身体和呼吸 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 不过有时候我们讲灵修的时候 我们留在太多头脑的知识上面 你忘记了 其实我们要有身体和整个人的呼吸去参与 我们说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呼吸是连续上帝的桥梁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词书》那里说 身体是圣灵的电 上帝在创造阿当的时候 在创世纪那里说 圣经那里记载他 上帝在人的鼻孔那里吹了一口气 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那一口气是很重要的 那一口气不单止是连续了我们 和自己也连续我们和上帝 我们和万物之间的关系 一息上传 我们的生活动作传流都在上帝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身体 如何藉着我们的呼吸 在当中去参与 去留心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 细微的感觉是重要的 这一刻我就想跟你做一个 放慢 留心自己的练习 有时候我们走得太快了 我现在也要故意去泪泪 自己不要说得太快了 留心一下 这一刻你自己的呼吸是怎么样的 是快的 是慢的 是深的 还是浅的 是深的 还是浅的 可以一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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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的肚子的起伏更多 还是你的肚子的起伏更多 还是你的肚子的起伏更多 留意一下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感觉 你的肌肉的松紧 留意一下哪些位置特别紧 你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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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肩 如何 安静的时候也请你留意一下 你身体的今天 那你的能量是怎么样 你觉得你的能量是充沛 还是我的肩膀 是比较累一点 接着你的心情就是怎么样 我每一个位置和你们看一看 这种都是灵修 有时候我们忘记了 我们将整个身体 带在很安静的东西 呈现在上帝的面前 呈现在自己的面前 现在这一刻的心情是怎么样 是平静 是焦虑 是兴奋 是担心 或者里面有一些感伤 我不知道有什么形容词 去形容你这一刻的心情 或者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一下自己的思绪 那思想又是怎么样 思想是 混乱 清晰 又宽广 还是狹窄 有时候我们的思想 只想一样东西 很窄很窄很窄 就想不得闊 这一刻会是怎么样 留意一下 有时候我们的脑 想不到事情 我们知道 这一刻又是怎么样 如果给你打个分数 现在我里面这个人 整体的平静 的程度是怎么样 由负十分 到正十分 现在里面是很混乱 很不安的 可能是负十分 你现在是很平静 很 很 很安稳的 可能是十分 你究竟会摆起 多少个分数给自己呢 有多正 或者有多苦 不要紧 就是苦也不要紧 最重要是我们 留意到自己 我们知道现在自己 在呈现一个什么的状态 在自己 在上帝的面前 有时候我们其中的时候 我们不是很留意这样 那这件事也是重要的 那自己也可以给一个分数 对自己的一个 这个刻有少少了解 在沿途我带领着大家 做这些粗练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面对 一些错误的观念 或者是以前任务公牧师 跟我们讲的 坏鬼神 就是不知为什么 我们在教会论 有时候有一些 不知在哪里 听回来 一些不太适合的观念 特别在做零失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时候 信徒问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问 那才是述习非成事 那稍后我会和大家说一下 特别是这些观念 如果不对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难进心 甚至我去到某个位置 我就放下了 我们不敢再走进去 其实那是很可惜的 我们上天可能在等候我们 和我们有更深的联系 我们就停了在那里 有时候你会发觉 露开里面 想起这些错误的观念 我们说所谓的坏鬼神学 就是在那里 你当真 说是对的的时候 那就变了你对这些操练 你就会活足不前 那就很可惜了 下面我会和大家 去一边操练的时候 一边讲解 希望大家 就算你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是我一般以前的 传统人牧者教的 会不会让自己试一试 去经验一下 我知道这些是帮过一些的 教会弟兄姊妹 我都很想介绍给大家的 第二个练习是一个呼吸练习 那你因为可以用不同的时间 比如几分钟 有不同的时间 上中下午 那你用一些可以放 用这些练习 怎么做呢 你不用一定像他那样 盘膝 不一定打错 不过你看一下 你的手可以放在你的胸口 或者肚子 我不知道你呼吸的时候 你是哪个位置 你是腹式呼吸 你腹式呼吸 就是肚子的脏缩 这个感觉比较明显 如果你是空式呼吸 就是胸口的脏缩 比较明显 那 无论如何都好 你可以这样一边感受一下自己 你吸气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去思想上帝的慈爱 呼气的时候 教堂你里面的担心 忧虑 接着下一下你又吸气 吸入上帝的引导 然后放手 然后放手 想象将你的事务 你的计划 交在上帝的心里面 接着吸气的时候 吸入上帝给你的智慧 它应该活给你智慧 它应该活给你智慧 吸入它的智慧 它应该活给你智慧 由呼气的时候 放手 放手 交同一切 吸气的时候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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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同一切 吸气的时候 让我想象上帝 有什么感恩 告诉上帝 听 就是这样 一起一伏 一起一伏 你好像跟上帝 有些交流 一些很基本的信仰上面 一些的教导 如果你坐地铁 和人迫车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做的 你不需要你身边的人 或者你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之前 你有些紧张 你试一下做一下这个的练习 甚至的时候 有点子会半夜失眠 失眠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做这些呼吸的练习 帮助自己 不要计较 它要多少时间 才能睡得着 就让这个时间 让自己放松 在神的爱里面 这种放松 已经是用休息力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很多时候 学灵修 我们喜欢用浪子回头的比 就是好像我们 回到父亲的坏女 一个浪子 浪荡了 资财之后 有饥荒 回到父亲 有时候我们人 都好像这样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 都会忘记了天父 我们也要不时 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 我甚至会这么说 这个是我们人 基督徒 我们有时候 我们都不时 要在这个状态里面 不断回到天父那里 我们很容易 会离开了天父 离开了上帝 我们会在不安 在焦虑当中 在自以为是 自我中心的当中 我想说一下这个 回到天父怀女的一个 比较具体的比喻 就是好像怎么样 你想象一下 就是 我喜欢用这个比喻 我们在上帝怀抱当中 去弃 广东话 弃这个字 很有意思的 那种很轻松 没有责任 不需要想那么多 要做的事情 放下了你的角色 就是放下了你的责任 单单享受 这位天父 给你无条件的接纳 和安全感 我想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我想起一个 一屋徒 就是有一个爸爸 他看着自己的BB仔 很小 可能一岁两岁 那个BB就 应该睡觉的时候 就在那里玩手指 他自己在那里玩手指 这个BB很无聊的 就是一两岁的BB 这样睡觉 你想一时生产 是吧 他当然是无聊的东西 但是他这样玩的时候 这个BB不会想着计算 我接着要怎么读大学 赚多少钱 不会想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爸爸 看着这个BB 很享受 喜欢他这样的 就容许他这样的 甚至是 爸爸的角色 就是提供一个很安全的 一个床 一个房间 让他这个BB 可以在那里 这样安息 这样玩 当他玩到那里 他就会睡觉 就是这样 天父的怀里 就是这样 有时我们已经忘了这种状态 做人做得这么久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不是很习惯的 我知道很多租徒是很劲力的 很认真地做的 which is good 我们很肯定 但是我们平日的状态 是不断在做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已经忘了我们的Being 其实天父都很喜欢我们 可以放松一切 在他的怀抱里面 去享受他的同在 这个状态就很像 我相信就是安息日 上帝想犹太人在安息日的里面 进入完全的安息 放下了所有东西 好像农地那样 休奸那样 让他可以单单的去接受雨水 接受大地的这个阳光的滋润 就是这样 我们的心 我们的身体都需要这样的状态 我说什么呢 其实这种就是 在基督教宗教里面 就是一种叫做归心祈祷 中心祈祷 中心祈祷好像什么呢 有些时候标准一种 就是说我们要做二十分钟 但是我们在说一个 非正式的粗烈的时候 很忙碌的时候 如果你有三分钟给自己 我挑战各位朋友 弟兄姊妹 你让自己试一下 你有常心会很忙的时候 让自己停一停 三分钟 你忙到头爆了 但是想你没有出路的时候 停一停 停止你的思想 放下你去计划 祈祷 正是和耶稣在一起 没有目标的 甚至 不需要想太多经文 不去默想些什么 放下这一切 在这个呼吸之间 去察觉 这一刻耶稣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分心的话 你看到这个十字架 或者最原初的 就是 用我们去念诵 耶稣的圣灵 耶稣基督 很简单的 让你的心思意念 回去 主耶稣 就是这样 我们说这种 的 就是这样 进入一个没有时间的空间 只会在当下的里面 没有对错 不要说自己 不要想太多 只要一个意念 甚至有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句说话 我在神里面 神在我里面 这句也是在有限方案里面的说话 重复这样去念诵 让自己的心思意念 只停留在 这个状态的当中 如果一天有不同的时段 有这样 三个五分钟 你很亲近上去看 这种是一种很幸福的 一种的状态 我们有太多做事 看看你有没有感觉 给自己呢 下面我也想邀请大家 试试我们有三分钟的时间 给自己 你可以看着这个十字架 你可以 你喜欢眉眼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分心的时候 你可以 叫回耶稣的名字 回来 不要想其他东西 这一刻只是你 和耶稣一起的 我会继续 看着这个时间 会提 我会敲个钟 会提回你 我们一起静一静 给自己 给耶稣这个时间 我会提起来 这种时间 是 我会提起来 你会提起来 你会提起来 他们要不论 你会提起来 你会提起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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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责任 上帝的责任 这种是要共存的一种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为自己的生活 为家人负责任 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样去打拼的时候 我们去挂上帝帮你埋单 倚靠上帝过一种信靠的生活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保罗在《铁杀华尼加》后书 在《铁杀华尼加》里说 若有客人不肯做工的 就不可以吃饭 真的 他不鼓励我们冷散的 基督徒不是冷散的人 居乎是负责任的人 但是同样他要学习不断的信靠上帝 这种的 paradoxical 吊诡 我们需要掌握着这种生存的状态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神恶 所以我再呈现这两种状态给大家 一个是自我中心里面那种状态 好像听上去不是很好 自我给我们很多的目标功能 去完成目标 很专心地做好的东西 是重要的 他有时候很紧张很绑紧 去做好那样东西 效率可能不太好 如果太过绑紧的时候 他效率就会打折扣 这个是左边的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 适当的时候 觉察上帝的动作 上帝一直都在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 忘记了他 是我们人生要有目标 但同样要留心周遭的环境 不要忘记上主身边的人 用一些打扰 比较宽容 轻松随意的 这样去做事 但这种状态是比较慢一点 如果你真的要遇到一些 阶段的时候 坐有哪个状态 不是一个这么有效率的状态 所以我们知道 这里不是说哪个最好的问题 而是两种状态 我们都需要有 在学灵修的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有一个 我们在这里识识 叫做 spiritual bypass 属灵妖道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有些人借着属灵的方法 甚至不同的属灵操练 去逃避面对现实 逃避责任 就好像卡数一张 又搭上很多张 这种我相信上帝不起来 这种识别的 如果你读精神分析 可能会读到 荣教的心理学 他特别说到 有些人有中年危机 很多时候就是他之前 中年危机的发生 很多时候是前面 早期其他的 青春期青少年期 早期很多东西 未交的功课 累积到中年爆发出来 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认真 为什么我刚才说 面对心灵里面的幽暗面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让我们去看 其实那些东西可能是我们 一些未交的功课 未尽完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又停一停 让自己静一静 去留心一下 呼吸 刚才我们就有呼吸 最细是刚才所说的 那些说话触动了你 这面有什么感觉 你同不同意 现在刚才这个过程里面上帝跟你讲话 你有什么回应给上帝 这里我给一个警告大家 如果我们对内心生活很陌生的朋友 我们平时很少探视内心的世界 你可能会因为我们学症进入症的时候 我们那些无意识 我记得有人做潜意识 涌上来的东西我们会很害怕那些东西涌上来 无论是影像或者情感那些能量 我们会很害怕的 特别是我们不熟悉的时候 很多人不熟悉的时候 就以为是什么妖魔鬼怪 就当中危险 其实是太快做了这个定论 这里我提醒大家 是会有一种危险 如果这个病人接着的时候做是会有危险的 我们说上帝会用九种的方式 起码九种 看看有不同的人分类 在我承受的时候 这些围绕着上帝的 这些是我们生活周遭的经验 有没有大自然 思想 社会环境 人制关系 工作 身体 科学 宗教的仪式 象征 我们的心灵的世界 这一切都是上帝 让我们经验他的一些方方面面 有时我们可能 我们停留在某些的范围 我们觉得好像那些地方 我们比较熟悉 经验到上帝 离开一个范围 可能我们就不惯 不知道怎么试 比如说科学这样 比如说 如果爱因斯坦 牛顿 他会在科学当中 会赞叹 不像看到上帝 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这个我们比较少 我们很少科学和信仰的对话 思想 可能我们习惯比较用思想 读多一些经文 这样 但是如果去到一些 比较情感 情绪 梦 那些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很不习惯 在人制关系里面 又会不会发现到 上帝的足跡 这些地方 可能有些位置 你看一下 是某些你比较熟悉 有些地方 你是很忽略 甚至是很不习惯 如果上 你真的通过那些方式 跟你说话 那你不会错过了 在这里跟大家讲 就是 这里这句说话就是 see God in all things 我们find God in all things 是圣衣立脚神粗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要在万事万物的里面 去发现上帝 所以刚才我所说的 这些不同的范畴 有时候不单是崇拜 个人的灵修 或者读经 祈祷的时候 经验上来 还有很多的环境 一些的遭遇 工作科学 甚至我们的身体 都是上帝 和我们讲话的一些渠道 一方面我们肯定 我们要崇拜 要读经 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 都留在世界其他的方面 不要限制上帝的工作 好了 我们面对内心的世界 有很矛盾的经验 有时候我们安静下来 我们觉得很满足 有时候静下来 你里面很不安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里面很光明 很闲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里面很黑暗 没有丑陋 有时候我们在里面充满外 有时候我们里面充满黑 甚至我们一些被伤害的经验 有时候家人的相处 我们会被伤害 或者说 我们在外面的环境 工作等等的地方 我们被伤害 带上一些伤害回家 我们发现 我们会有一种丑陋 有时候 是在我们内心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内在的世界 特别你看到 刚才我说的这些 右手边这些 比较不是那么光鲜的 就是动势 不安 黑暗 恨 我鼓励大家带着一个好奇 不知不知道的态度 不要立刻说那些看来丑陋的东西 就是不好的东西 资料多了 就有人说 哎呀死了 我这样是不是有精神分裂 哎呀我这样是不是鬼附 我这样是不是 bipolar 躁鬱症 我这样是不是ADHD 用很多的标准 去标准自己或者家人 有时候我听到这些 就 我这样说 就是 知道 就笑死 不知道就是吓死 那 所以我们需要有熟悉内在旅程的人 和没有关系 如果你不熟悉的时候 真的要去谈讨一下 去咨询一下这些的人 无论零修的导师 一些的专业的辅导员 更加重要就是我们带着一种悲闻的心情去关心 对这些来生世界 为自己也好为别人 你看到别人也好为人 为自己去祈祷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种的态度 我又给大家一个警告 下面我说这件事 可能你没想过 你不用的时候会讲这些例子 可能你觉得你不好 我习惯甚至有些都不舒服的 请你给 两分钟三分钟我 容许我说一下这些 但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 这些是很重要的 动手 不想 那些姊姊错过了这些 那么重要的 想你和我们说话的机会 下面这个例子可能令你有些不舒服的 灵修都说这些东西 是的 我灵修真的会说这些东西 操练就是 如何盛在人性的邪恶 我们的祈祷能不能盛在到人性的邪恶 我给一个例子就是 假设你听到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可能大学毕业不久他就去教书了 他从一个高中的女学生就发生了关系 在一年的教书的生涯里面 就发生了这件事 这些例子可能你偶然在新闻都会听到 甚至可能这家学校可能甚至是教会学校也不一定 我们需要面对就是 这些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的心 可不可以承载到这些事情 如果这个老师是你的朋友 或者这个高中的女学生是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同学 我想让你感受一下 你听到这个故事 你第一个反应是如何 请你留意一下你的呼吸 你自己坐稳 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留意一下你里面有没有什么的思绪 你可能会问 这个是不是刑事罪行来教 很吵心 这些是朝朝被摘烂的 这些这样的老师 不过如果 一个男老师是你的好朋友 是你的邻居 是你教会的弟兄 你一个女同学 是你的女 你一个女 不要这样子 事情就发生在你身上 有什么感觉 你想别人怎么帮你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想一下耶稣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耶稣会这样做 我觉得我们跟从耶稣的人就是这样做 我所认识的耶稣会做下面的反应 就是带着一个悲闻的心去背叛了解 就像一幅图那样 那些女同学是否很想不见一份工 或者是最后有刑事的责任 这个女同学是否很想荒废学业 我们可不可以存着一个接纳罪人的态度 去关心了解她 她了解 当她们愿意去谈 去说 她们都在困扰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接纳 可以给她一个空间 去一起谈论 为什么我会进入到一个这么复杂的关系 如果我们这样去 容许有这样的成像的空间的时候 这两个温为人知的 一男一女 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背景 可能就会让我们看到更多更多的图画 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鲁金峰》就是七章那里 说到法利塞人西门招呼耶稣去他的家 那个罪苦打破香膏抹耶稣的脚 这里也展现了耶稣那种对人的接纳 关怀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不可以停留太多 好 刚才我们做过这些操练 无论放慢 事我检视 简单的呼吸思想上帝 悔心祈祷三分钟 在上帝怀抱里面的气 安息 我们学习在万事万物中 特别是人性的邪恶当中 去目观 因为上帝有什么的信息给我们 这些都是灵修来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这样发生的 接着很想介绍给大家这个 叫做自我爱识的操练 那这个是近年在美国德州 有一位的深刻学家 叫Christine 她提出来的 觉得我们基督徒其实可以用的 其实没有问题 还有可以在我们的信用里面去整合到的 那什么叫做自我爱识呢 就是包括了三个 三个的元素 就是自我觉察 人类共景 善待自己 这三个元素 那 当我们说到自我爱识的时候 可能立刻有些基督徒就会很小心 是不是牧师 你说错一些不应该说的 不应该爱人 怎么爱自己 我知道你的担心 那这里我也提一提 我们古教父 马克希姆 这位信道者 就曾经提过 过度自爱 是对灵魂成准最大的障碍 我同意的 过度自爱 过度自爱的时候 就没有了别人 他看不到人 只是让自己活在冲动 那些本能那里 那些东西 让自己的本能和冲动 毫无监察地流露出来 那是很令人害怕的 我们当然不是说这种的过度的放纵 那应该怎么做呢 这种 那其实就是这样 你私下和我做一下 你想象一个 一件事你很不开心的一件的遭遇 你遇上了 打击也好 打击也好 失败也好 那人制关系上 有一些事情 发生了 令到你很不舒服 自我觉察怎么做呢 这个 mindfulness就是说 留心到自己那种不开心 把那种感觉说出来 试试黏一下那一刻的感觉 哎呀 很痛啊 我的心很痛啊 哎呀 真的辛苦了 好激气的 这些的 和自己联系的一些说话 让自己那些的不舒服 可以说出来 这个这个练习可以自己做 当你身边的人 不能够方便去关心你的时候 你就自己可以这样练习自己 去听一下自己里面的感受 第二 common humanity 人类共景 就是说 去留心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很多人都有被朋友拒绝的经验 甚至说可能 好像也不是只有我 这个人这样对我 可能他也对过ABC军 跟着你会发觉我不孤单 我都不是只有我有问题 可能其他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 都有类似这种的感觉 如果你不肯定的话 你可以试试问一下人 看你这个感觉 是不是真的只有你一个才有 跟着呢 胁待自己 self kindness 这个就是做什么 你最想听到的一些的说话 有什么说话 无论安慰或者鼓励的说话 你最需要的在这一刻 都是你遭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譬如说 很如实地接纳自己 这个自己 让我好百分之一百地 接纳我现在这个自己 无论多失败多软弱 无论我刚才做的东西 有多不成功 愿我能够遥述我自己 愿我能够刚强 愿我能够坚忍 或者是说 和自己说 我已经做得够好了 good enough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 从来都没有人和我们说 enough足够 可能这句够好 好 刚才说一说 这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 它是一种抱 这种触摸摸摸摸 都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忘了这样做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容许自己这样做 如果你发觉你做不到这个动作 我都想你留意一下 这种做不到 我不是要逼你 一些人是做这个动作很困难 遇到很多抗拒 这种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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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一个好朋友遇到同样 你刚才那些的遭遇或者初战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说话想和他说 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发生的 你真是你的好朋友 你本来说你会当下有什么反应对他 你说的话 你所做的事情 OK 当你发觉你会做这些人说什么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用这些说话 这种做法对自己 为什么自我爱惜这么重要 因为当我们进入一个自我责备的状态的时候 而不是自我爱惜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自我责备 我们整个身体就进入一种很受威嚇的状态 不是打人就是一种紧张的状态 缩的或者是整个人疯瘪了 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适宜 一个很功能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你个人的效率是打自购 刚才我说我们这样去对自己 特别是那种touch 我们有两种的荷蒙的分泌 这种叫做吹雨素 还有有另一种 这种神经传道叫做endorphin 老奈啡或者安多酚 这个吹雨素 oxytocin 令人感觉到爱安全感信任 特别是妈妈暴雨的时候 和宝宝之间所产生的这种的 的 荷蒙很重要 而人在这种关系当中 他能够给到关怀自己的时候 他有安多酚的分泌 安多酚我们知道是一种快乐的荷蒙 让人快乐满足 还有对痛楚的成就会增加 第三点就是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队友 不是成为自己的敌人 我们有时候会变成自己的敌人 就是我们增活自己的时候 我们多了个敌人在里面打自己 如果你里面自己都帮回自己一下 因为你自己的关系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更加有力去前后 可能又让自己静一静 留意一下这一刻的自己 留心一下你的呼吸 你的心情 肌肉的松紧 现在这一刻的能量 思想是清不清晰 你的思想是宽阔还是负责 刚才我们提到上帝会通过很多两个环境 跟我们说话 很多的范围 是和我们九个范围 我们说说 我们现在和他们谈谈一下环境的局限 熟悉的地方 令你会有习惯的反应 你去到公司是做事的 你做事的地方 那种做事的桌就是做事的 如果你要休息的时候 可能做事的桌不是一个不好休息的地方 如果是你在一些已经很令你窒息的人际关系里面 你继续在那里 你可能会 这个人的负能量 都是继续累积下去 所以我鼓励你 你需要出去偷偷去看看花草树木 或者去咖啡室那里坐一下 转个弯 转个脑袋 是的 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些人住在劏房 这个环境是会影响了我们的心情 这个比较夸张的例子 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那个熟悉的环境 或者一个环境上面 人质关系 让我们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要暂时离开一下 去给自己充电也好 舒缓一下也好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千万不要当这些不存在 这些是环境的我们的因素 接着就是我们目观一下身体的将来 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今天不断叫你留意身体 有一次就去到一间的诊所去看医生 诊所没有什么病人 加上我只有两个病人 但是那些看会就很赶 我不知道要赶什么 不断填表 要查这个查那样 好像下面有一群人等着他们 要去看医生 没有 其实没有 我不知道他忙什么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可能我们有时候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 就是 其实不忙碌 我们整个身体 仍然是一种紧张的状态 你的身体是离开了 又进了这种状态 我不知道你的身体 平时是习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这个状态 是不是真的帮到你呢 他可不可以有一种的弹性可以走出来 这里就是我们很需要去留心 去照顾的地方 如果不是呢 你很不断地灵修安静也好 其实身体也有些因素是障碍着我们 另一个方式就是 对 为什么不想 甚至是跌断了脚 比如这个低兴 手术之后要长时间的治疗 这个过程里面 顺利是如何藉着你的身体的经验 现在走得快 或者要很有耐性 慢慢锻炼一些根件 顺利是如何藉着这些经验和你说的东西 我们不会只是看这些是一个很滞运 很悲惨的东西 那就算了 上帝当中是如何参与 如何藉着这一个受伤的经验 跟你说话 有什么教训 Sea Garden of Things 有很多可以实践的地方 比如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可能我们脑里面有一些满不去的阴影 一些的影像 一些的想法 很干扰着你 你挥之不去 甚至可能祈祷很多次他都还在 好像上帝都没有做什么神迹歧事 拿走他 那我就会说 会不会 你祈祷的方向错了 这些挥之不去的阴影 或者是这些的影像想法 会不会正是上帝要跟你沟通的素材 我们可不可以给这个的空间 变成一个祈祷的空间 这些就是你祈祷的材料 它呈现在上帝的面前 与其将它拿走 有没有可能这些是上帝藉着 这些的经验 让你发现这些你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的东西 带你去到另一个的景地 我们可不可以存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接触这些 你觉得你很不想碰到的影像和想法 有时梦都是发觉我们的梦 这个人发觉发梦的时候就是想钱 然后你可能醒了之后就很内疚 为什么我老是会想这些东西 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潜意识 或者无意识的东西去责备自己 反而是要怎么样 鼓励我鼓励大家 带着一种好奇的心 特别是一种悲闻的心 去了解 发生什么事 上帝通过这些的经验 是怎么样向你临在说话呢 我在这里想介绍 有时祈祷都是一种holding 是一种胜在 有点像个妈妈告着个BB 作为父母呢 你很想关心子女 去承受 承载他们的困业 那些子女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当你去胜在他们之前 我希望你都让你自己的重担 是得到胜在 我们要学习这种holding的祈祷 这个holding的祈祷是什么呢 可能是一种很长时间的祈祷 就是想象 妈妈抱着个BB 这么长时间 都引识了他 BB不会一下子长大 用很多耐性 很多心机去抱着他 他慢慢慢慢长大 所以我们不是急于解决问题 holding的祈祷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我们陪伴着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种的祈祷 跟上帝一体 一起长时间的警醒守望 我觉得holding这种祈祷就是 变奏呢 耶稣在黑西玛尼园的时候 太气被捉 来捉,捉拿的时候 他在祈祷 他邀请门来 在这里跟他一起等候 跟我一起警醒 这种祈祷的变咒 其实还有很多种方式 它可以是 一个人行山的时候 或者跟人跑步的时候 游泳的时候 你用一两分钟将心里挂念的人 放在上帝的面前 呈现在他面前 有些人会用 画画 音乐 将他一直心里面的重担 呈现在上帝的面前 都是一样的 喜欢画画 喜欢做艺术的人 就将这些很难消化的经验 呈现在上帝的面前 在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慢慢 看看上帝怎么做 我刚才说一个长时间的警醒搜网这一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 我也试过为到家人一些紧张的关系 决连了关系的祈祷 我曾经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 差不多每个主日 我都将这个的家人的关系 放在上帝的圣坛的面前 这个纪念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是没有即时解决的 但是当时机来到的时候 上帝准备好我们 我们可以回应的时候 那个问题就有机会解决了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心去长时间的守望 这个情奉的祈祷 这种holding 好像一种offering 放在上帝的面前 一种的奉献 你没有什么事情 你想呈现在上帝的面前 让你自己看得这么清楚 让上帝跟你看得这么清楚 甚至有时候我们退休的时候 我们将这些的东西 和我们的灵性导师去分享 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摸观 这一种我们觉得很烦恼的事情 有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做很多时间都是陪伴人 心灵的陪伴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做的工作 就是这样陪伴人的时候 听完说的时候 其实都是将这些人的问题 呈现在上你的面前 一个聆听的当中 呈现在上你的面前 这种我正在做的祈祷 甚至当时人也不知道 在你的呼吸里面 每一个的呼吸当中 我们在呈现一些人的挣扎 人的痛苦 到最后呢 想给大家一个的这个练习 你可以参考一下 多少时候我们发觉自己来上太远 是不是太远 我们怎么知道我是近还是远 一会儿你说我自我中心 一会儿我感觉到上帝 那有七个C 第一个就是静 你觉得里面是平静的 个人感到安全不紧张的时候 你愿意花时间帮自己放松 一种静 你在里面 这个是其中一个指标 另外就是curious 你一种好奇心 想了解 多些了解 不是急于去下结论 而是说去 容易去了解个问题 这种的态度 不是在学术法是judge 去论断 connected 我们说这种是连结 你连结到自己的情感 连结到身边的人的情感 compassionate 对自己有爱惜 甚至当自己做得不好 心情欠佳的时候 你仍然爱惜自己 confident 一种自我肯定 自信 对自己的身份有肯定 courageous 行为上勇敢 C 思想上清晰 你会有一个的角度 你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而不是好像当局者迷 是一个很短的 很窄的一个观点 这个给大家去参考 正下来的时候 这七个C 就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 是不是我们需要给自己 再多些时间 照顾自己 然后再继续 再冲 让自己静一静 让自己有点少娱乐 休息 这个很重要 今天我们回顾一下 你做过什么粗片 放慢 检视自己 由呼吸 由身体 那里 不同的位置 入手 简单的呼吸 和上帝的交往 一呼 一吸 七个C 如何检视我们 和上帝之间的联系 是远了 远了还是近了 在万事万物之中 去默观上帝 和我们的沟通 包括我们里面 这些强迫性的思想 我们人生里面的邪恶 无论是人家的邪恶 我们的邪恶 在几分钟的归心祈祷里面 我们在上帝怀中 安息 恶 自我的爱惜 那三个的原则 还有一种呈现的祈祷 holding 能够胜在着我们的经验 在上帝的面前继续的目光 OK 今天说了很多 我时间都差不多 这样 让自己留意一下 到最后 留意一下自己 听了这么久 那几钟头 放弯一下 留心一下自己 有呼吸的深浅 肌肉的松紧 有能量足不足够 有深情 平静 焦虑 如何 思想如何 清晰不清晰 欢呼喇双 那里面的平静度 有多少分数呢 现在 和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不同 好像做可能都不一样 我就是想你 在不同的时间 去观察一下自己 好 那我们 再次提醒大家 刚才那些有些的练习 是比较深入少少的 如果你需要尋求帮助的时候 请你真的不要客气 我知道 城镇里面 也有他们的辅导组的同工 会帮助 也有不同的机构 有心理辅导 甚至灵修指导的服务 真的请你 真的需要 不要自己一个人 这么想 那 关于情绪的处理 的讯息 可能今天 我今天有限的时间 那我前一阵 都有一个的 录影 放了上YouTube 你可以上网去找 心灵空间的 割策和开展 让你对这个课题 可以有更深的反省 我自己最近就出了一本书 刚刚就和今天的课题 都有几重重叠的地方 特别是如果你想了解多一点 我们的情绪 内心世界 去更深的陪伴着自己 也有些灵修导师 会喜欢 参考一下这本书 也会觉得你有帮助的 刚才如果在我谈谈的过程里面 你感觉你有些情绪反应 或者创伤浮现了的话 那这本书 也有一些文章 可能会帮到你的 那下面是一个构书的连结 这本书叫托宽心灵的红线 就是今年得慧文化帮我出的